全能神话语朗诵 带领工人的职责 带领工人的职责 二十三 咱们总结一下 投机的这类人有哪些特点 他们的第一个特点是 对于神是否存在不太较真 你若问他神存不存在 他会说 好像存在吧 不存在也没关系 我就是看看神说的那些预言 到底应不应验 大灾大难能不能降下来 在他的思想观点里 他的态度就是 神存在也行 不存在也行 那他信神加入教会 是不是个笑话呀 他信神就是一个简单的信仰 就像一场游戏 与真理 与人生道路没什么关系 神存不存在 神存不存在 其实对他来说无所谓 存在也行 不存在也行 有些人反驳他 说神不存在 他也不难受 也不恨恶这样的人 如果人说神存在 他说 存在就存在 反正信则有 不信则无 他是这个观点 这类人是真信的吗 这是不是不信派 神是否存在 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 那他信神 有真心吗 不可能有 投机的这类人 第一个特点是什么 对于神是否存在 不较真 这是第一个特点 投机的这类人 第二个特点是什么 就是对正反面事物 不太较真 哪些说法 哪些人事物 是正面事物 哪些说法 哪些人事物 是反面事物 他不分辨 不较真 在他那儿 好的也能说成是坏的 坏的也能说成是好的 就如外邦人所说的 谎言说一千遍 就能变成真理 这句话 在他那儿 就是成立的 如果你问他 什么是真理 他绝对不会说 神的话是真理 因为他不承认 他会怎么说 他真正的观点就是 谎言说一千遍 一万遍 也会变成真理 就是说的人多了 他就以为是真的了 就像外邦人说的 世上本无路 走的人多了 就变成路了 他不管什么对的 错的 正义的 邪恶的 他认为 谁的本事大 谁就是对的 谁窝囊 没本事 那就是反面的 他绝对不会承认 神所说的 神所做的 都是正面事物 不承认 神所要求人活出的 都是正面事物的实际 这类人还会说 这样的谬论 你说神是真理 神的话是一切 正面事物的实际 那世界上就没有 正面事物了 世界上不是也有 正面事物 也有真理吗 这是不是魂话 这是不是谬论 这类人说话做事 都不是以神的话为准则 比如他说出一个谬论 你反驳他 他说 你认为你的对 我认为我的对 那咱俩谁也不用说服谁 谁认为哪个好 哪个就是对的 这是什么观点 这是不是霍西尼呀 这是愚蠢浑浊的观点 这类人对正反面事物 不较真 不较真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不能从心里承认 神所说的正面事物 都是与真理有关的 是合乎真理的 是从神而来的 而神所说的反面事物 是违背真理的 是从撒旦来的 他不接受这个事实 总想混淆概念 他为了避免人 分辨他 避免他被定罪 所以他对正反面事物 从来就不较真 不暴露自己真实的观点 说话尽说模棱两可的话 不交给人实底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完全是看风使舵 随风道 这类人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都是对真理不感兴趣 对神的存在不感兴趣 这是投机的这类人的 第二条表现 对正反面事物不太较真 投机的这类人 还有什么特点 这类人会根据事态的发展 随时选择自己的去留 特别会随机应变 他加入教会时 就已经为自己的后路前途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也计划好了每一个步骤 如果神的话应验 他怎么做 如果神的话多少年之后 不应验 他怎么做 他心里都有盘算 都有计划 这类人进入教会之后 从来不会全身心地 投入到教会工作中 而是随时观察 教会的发展情况 教会对待他的态度 方式等等 以此来决定 自己下一步怎样选择 这些人的思想 是不是挺复杂 他虽然加入了教会 但一直是一种临时观点 就像一个合同工一样 始终是一种 人在曹营 心在汉的状态 他心里有小久久 有盘算 他选择信神 选择加入教会 只是不得已 委屈求全的一种选择 不是他心灵的需要 也不是他在承认 有神的基础上 想跟随神走人生正路 他没有这个信心 这类人信神 就是抱着观望的态度 心里盘算着 如果信神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还能蒙拯救进天国 那我就跟着信 如果得不着这些 我随时随地 就离开教会不信了 他来信神 完全是为了投机得福 一旦得不着福 他随时随地 就能放弃本分 为自己另谋出路 因为他的心 从来就没有扎根在教会 没有真实地选择 信神跟随神这条道路 投机这类人的主要特征 就是这三条 对于神是否存在 不太较真 对正反面事物 不太较真 另外就是随时随地 能离开教会 就是弟兄姊妹 对他再好 只要不符合他的利益 不符合他现在的需要 他就能离开教会 但他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还能选择回来 回来之后 也不追求真理 说不定什么时候 还会离开教会 这是什么东西呀 他的去与流 都显得那么的随便 他信神并没有真心 投机这类人的特点 就是这样的 实质就是一个不信派 有的人能坚持信三五年 有的人能坚持信十年八年 目的只是为了投机得福 这类人不简单 在中国大陆 那种受迫害的恶劣环境下 还能忍耐至今 这是不是有点握心肠胆的意思啊 有的人信到十年就坚持不住了 就抱怨说 十年了 我的青春都浪费在教会了 这十年 这十年如果在世上打拼 得挣多少钱呢 说不定都当上经理了 说不定有多少资产了 他就坐不住了 他信神十年 一心只为了满足 他那点好奇心 那份得福的欲望 却始终不追求真理 结果什么也没得着 他心里就后悔信神了 还骂自己 你这个傻瓜 你这个蠢货 阳关大道你不走 你非得走着独木桥 没人勉强你 是你自己愿意的 有的人信十年还能离开 说走就走了 在社会上混了两三年 看见社会也不像人想象的 那么一帆风顺 那么好混 外邦世界也不是像人看到的 那么丰富多彩 那么如意 哪儿都不好混 琢磨琢磨 还是教会比较好一些 就舔着脸回来了 回来就说 信神好 外邦人坏呀 总欺负人 在世上受苦太多了 这些年不读神的话 也不过教会生活 落在黑暗中 天天都哀哭怯耻呀 都混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了 还是信神好啊 嘴上说 还是信神好 其实他是听说 这个世界灾难太多 人类马上要经历一场 大的浩劫 有钱有地 有车有房 都没用 还是有信仰的人 有救 他就又回来信神了 这是不是投机分子 投机的人随时能离开教会 如果看见回教会 得福有希望了 还能随时回来 回来 还能说几句懊悔的话 表示再也不离开神了 过后看世界风平浪静了 还能过几天好日子 他随时还能离开教会 他把神家把教会 当成什么 当成自由市场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们说 这样的人一旦清除出去 或者自动离开 如果他要回来 教会应不应该接纳 不应该接纳 接纳他是一个错误 是违背原则的 这类人不符合 教会成员的标准 他随时能离开教会 为了得福 随时还能重新混进教会 但始终不接受真理 这就证明 他根本不是真信的 这样的人 是永远清除开除的对象 教会应该把他清除 还要告诉他 你别后悔 你走了就不能再回来了 教会不可能再为你 开第二次门 这是原则 有些人说 他当时愚昧呀 现在表现可好了 乖巧得像小绵羊 可怜得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见了弟兄姊妹就说 懊悔亏欠的话 懊悔的眼睛都哭红了 看他挺可怜的 认罪的态度也挺好 让他回来 这有没有一句何原则的话呀 信了三年甚至十年 还能毅然决然地离开教会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不是真心的 他当初选择跟随神 有没有一点真心 没有 但凡有一点真心 他都不能下定决心 离开教会 一般人顶多软弱 消沉不顺的时候 会有点这样的意念 但绝对不会 在信神三年五年 甚至十年以后 下定决心离开教会 另找出路 如果能随意离开教会 就说明当初他接受真道 加入教会 不是真心的 是带有存心 另有所图 只能这么说 对这类人要分辨清楚 他不是真心的 他信神跟随神 就是为了投机得福 这类人就被定性为 投机分子 一旦被分辨出来 就应该被清除出教会 如果他没有离开教会 还在教会中 继续浑水摸鱼 那就是没有人能分辨出 他是什么东西 但是通过今天交通 这类投机分子的各种表现 带领工人与神选民 都应该对这类人 有清楚地了解分辨 一旦发现 他们从来不读神的话 也不祷告神 对神的做工 与神所发表的真理 不感兴趣 对正面事物 也都不感兴趣 不求真 那就要严加防范 要查看他们信神的存心目的 了解他们对待教会的态度 对待真理 对待神的态度 如果看到他们没有正确的态度 他们对追求真理 对尽本分特别冷淡 丝毫不感兴趣 对神的话总持怀疑的态度 那就能确认这类人 就是投机分子 就是不信派 那就不要把他们当成弟兄姊妹 他们不属于教会的一分子 而要把他们清除出教会 他信了这些年都不接受真理 你再给他交通真理 这有用吗 你再等着他悔改 这现实吗 对这样的人 就别再做工作了 也别等待他悔改了 如果他不甘心尽本分 还想赖在教会里不走 那教会带领 就应该想办法 用智慧把他隔离出去 这样做是不是合适 这类人一旦被分辨出来 是投机分子 那他就已经被列在 各类恶人不信派的行列中了 既然属于恶人不信派 那他就符合教会清除 开除的原则与条件 早清除肯定比晚清除强 早点清除就免去很多麻烦 他自己也不用再感觉委屈了 对这类人应该明确地告诉他 你不用在心里总盘算 什么时候离开 怎样离开 也不用总盘算 自己的去留问题 神家神不勉强人 你想离开 教会不挽留你 但是有一件事 得跟你说清楚 如果你确定 自己不是神家的人 你不甘心成为教会中的一员 那你趁早离开 不要拖延时日 这样对大家都好 如果你相信神的存在 能接受神的话是真理 甘心愿意加入教会 那你是名正言顺的教会成员 但现在你不是 你是来投机的 也可能你自己不知道 但是我们已经根据神的话 根据真理 根据教会 对待各类人的原则 分辨出 你就是投机分子这类人 你总盘算 你总盘算 找到合适的时机 离开教会 这太麻烦 不用找时机了 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 如果你对神的显现做工 始终定不真 那现在明确地告诉你 你不用琢磨研究了 也不用为难了 你现在就可以离开教会 神家的大门是敞开的 神家不留你 不勉强人 这样做合不合适 给他一条生路 别让他在这里 每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受煎熬 没事就熬情感 熬肉体 熬前途 熬去留问题 怎么熬也没有结果 心里还是在琢磨 什么时候离开 怎样离开 离开早了 能不能吃亏受货 留的时间长了 能不能得福 如果离开之后 神的话应验怎么办 如果不离开 神的话一直不应验怎么办 总为这些事犯愁 着急上火 没必要 既然不是甘心愿意信神 那就趁早离开 别在这里浑水摸鱼 烂鱼冲树了 你们说 你们说这么劝这么处理好不好 把投机分子这类人列在清除开除的各类恶人中间 算不算过分 算不算过分呢 有些人说 这类人怎么能算恶人呢 不信派有几个好东西呀 信神承认有神的人 他们的性情实质 在神眼中都被看为恶 更何况一个根本就不信神 不承认神存在的人 把他列在恶人里 过不过分 不管怎么说 也是把他称作人 是恶人 没把他列在恶鬼里 就不错了 把他列在恶人里 完全合适 恰如其分 一点也不过分 这类恶人 也是神家 清除开除的 各类人中的一类 这是第四类不信派 信神的目的是投机 投机分子 这类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你们通过接触这类人 观察他们所流露出来的 性情、观点、态度 或者人性 发现他们有哪些主要特征 总结 总结 投机分子这类人信神 起初就不是来追求真理的 他们是听说 全能神教会挺兴旺 想从神家 想从神家得点好处 得点福 想得到利益 才来信神 如果一段时间后 得不到 他们就想退去 这些人不是真心信神的 他们对信神 根本就不感兴趣 投机分子这类人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主要就是对真理不感兴趣 但对得福最感兴趣 所以最不容易接受真理 有些人说 你不能根据人家 对真理不感兴趣 就把人清除开除吧 这类人对真理不感兴趣 主要表现在 他们从来不读神的话 也不交通真理 如果听见 谁交通真理 谈认识自己 谁寻求真理解决问题 他心里特别厌烦 丝毫不感兴趣 就开始打盹睡觉了 他厌烦到极点 还要利用扯闲话 谈灾难 谈神险神迹奇事 来搅扰人交通真理 结果有些不追求真理的人 听见这些话题 就兴奋了 也跟着他一起 谈论这些事 这不是明显地 搅扰教会生活吗 他平时很少读神的话 偶尔读一次神话 还说不定是因为 遇到什么难心事了 他对聚会不感兴趣 对吃喝神的话 对吃喝神的话 交通神的话 不感兴趣 就惦记 神的日子什么时候到啊 什么时候大灾难结束啊 什么时候能享受到天国的福分呢 他心里总问这些事 如果没有人说这方面的话题 他就自己上网查 查完之后到聚会时 就开始释放这些东西 他心里被这些东西充满了 只要听到别人交通 与他兴趣相关的话题 他就能附和 也能跟着一起交通 只要听到涉及真理 涉及神话的内容 他就不愿听了 就打盹睡觉了 甚至有的就走了 再不就抓耳挠腮 各种丑态暴露无遗 你说 咱们交通交通神的话吧 他说 我渴了 我得喝点水呀 你说 咱们交通交通认识自己吧 或者说 咱们交通交通尽本分的细节 看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 真理原则是什么 他就说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们聊 找各种借口推辞 拒绝交通神的话 交通真理 这就明显地暴露出 他不但不喜爱真理 还从内心深处 厌烦抵触真理 只要提到神的话真理 他没有明着公开的反对辩驳 但却找各种借口拒绝逃避 这些表现 能不能明显看出 他是投机分子啊 是不是很明确地说明 他是不信派 信神是为了某种目的 是为了投机呢 有些人说 你说人家是不信派 不是真心跟随神的 那为什么人家能信到现在 还能为教会工作 出力受苦呢 咱们刚才说的这些表现 是不是就足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这些表现就足以证明 对他的分辨定性是准确的 所以 衡量一个人信神的目的是否是投机 就根据他对神 对神的做工是什么态度 对真理 对正反面事物是什么态度 来衡量 来分辨 这是再准确不过的了 不能用他外表的行为 做法来衡量 这个不准确 不客观 他内心真正的想法 与他对待神 对待真理的态度 这才说明问题 这才是定性 他是哪类人最准确的标准 现在你们对于信神的目的 是来投机的这类人的实质 基本上看清楚了吧 你们是不是都接触过一些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尽早离开更好 如果他们愿意甘心笑力 还勉强可以留着他 如果他不尽本分 连任何的力都效不上 对教会工作 教会生活 还能起到搅扰的作用 不好的影响 那就尽早让他离开 这就是清除不信派的原则 神家需要的是真心信神 喜爱真理的人 需要的是忠心效力者 绝不需要不信派 观望派来神家充数 教会也不需要任何人来充数 这个话题就交通到这儿